HELLO 大家好,我是電撻少女Honey 登登! 我們拿到新款的MacBook Air啦 那從外觀上看起來就是沒有辦法分出哪一款是舊款,哪一款是新款的呢? 那雖然外觀上沒有什麼差異 但是新款的MacBook Air這次有做了很多的更新跟升級喔 所以這次就是來幫大家開箱,實際比喬一下 新款跟舊款差別在哪裡 還有到底推不推薦大家入手呢? 首先來看他們的外觀 基本上看起來和上一代差不多,因為是用一樣的外殼模組 那兩代的機身材質都是採用100%的再生鋁金屬 那外型啊,維持了線型設計 厚度的部分呢,新款的比舊款還要厚一點點 因為鍵盤從原本疊式改成剪刀式的,所以厚度也就相對增加了一些些喔 不過如果不去看官網上的資料的話,光用肉眼是有點看不出他們的差異的 重量的部分呢,新款比舊款的還要重一些 會比較重的原因除了鍵盤的更換之外 還有新版的散熱器比舊版的更大的緣故喔 至於螢幕的部分,兩代都是搭載13.3吋的Retina顯示器 連接布的話呢,兩款都具備兩個Sounderbolt 3連接布 但是新款的MacBook Air最高可以支援6K的外接螢幕喔 是第一款可以支援這個規格的MacBook Air喔 首先呢,就是剛有提到的這次最有感的升級之一 就是鍵盤從原本的疊式改成剪刀式的 蘋果終於肯拋棄疊鍵盤了 那這次的新款的MacBook Air呢,它採用的是和新版的MacBook Pro一樣的全新巧控鍵盤喔 來這裡先給大家聽一下兩個鍵盤打字的聲音喔 舊版的碟式鍵盤它敲打的聲音比較小 但是新款的巧控鍵盤採用重新設計的剪刀式接口 鍵程有1mm回饋版比較夠 我自己很喜歡剪刀式鍵盤打起來的感覺,覺得很Q彈喔 不過剪刀式或是碟式鍵盤都各自有自己的有助者啦 那碟式鍵盤雖然鍵程比較短,打起來不費力又穩定 但是如果它卡成的話就是比較難清理的比較容易壞喔 那我們家宇恩它就是碟式鍵盤派的啦 不過不得不說,宇恩他喜歡的東西都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 他喜歡吃的東西都...好... 好啦,那不知道大家... 你怎麼笑呢? 好啦,那不知道大家是哪一派的呢? 另外在方向鍵的部分呢 這次從原本的矩形排列變成倒P字型的 左右鍵都縮小了 原因是如果有時候眼睛盯著螢幕看啊 只用手摸的話 倒P字型排列更容易判斷方向鍵的位置喔 再來是這次的指紋電視鍵也換成霧面的 因為之前是玻璃面的嘛 就很容易沾染指紋喔 它換成霧面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和其他按鍵看起來也比較一致 那在喇叭的部分啊 新款內部Air也有升級喔 支援杜比沈井音效聲音聽起來也更廣一點 這裡也讓大家聽一下兩款的差別 開機的變化比女優還複雜 變成霧就讓雙女來解答 開機的變化比女優還複雜 變成霧就讓雙女來解答 不過這款的MacBook Air它的立體聲 我覺得聽起來本來就很不錯了 所以我覺得感受沒有那麼大喔 另外麥克風這次也有升級喔 而且我覺得感受蠻明顯的 大家可以聽一下我同時用兩款MacBook Air 然後變成霧的聲音喔 我們拍片這麼辛苦你們不按讚訂閱 這樣感到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我們拍片這麼辛苦你們不按讚訂閱 這樣感到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我們拍片這麼辛苦你們不按讚訂閱 這樣感到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新款的MacBook Air跟MacBook Pro 這次在麥克風上都有做了優化 讓使用者可以不需要額外來接錄音設備 直接用電腦就可以收到精準的人聲 環境比較少一點 聲音聽起來也不會悶悶的 那就算你不是創作者 平常不需要使用電腦錄音 在跟朋友視訊的時候 也可以讓對方更精確的聽到我們的聲音 像我自己本身 就是每天都會跟我們家的狗狗視訊 所以這一項升級對我來說呢 欸不對更正一下 就是對我們家的狗狗來說呢 就蠻有感的囉 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更精準的聽到我的聲音啦 還有一個升級啊 就是它的最低儲存空間 從上一代原本最低是128GB 到這一代是256GB 整整是上一代的兩倍喔 那我覺得儲存空間是這樣啦 就是平常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當你檔案太多 需要開始刪檔案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暗的 像我自己電腦裡面 就存了超級多人家狗狗的照片 就算是那種狗狗這樣的 荒動到的照片 也都捨不得下 所以這個升級對我來說就很棒喔 這一次啊 新款的MacBook Air 他們都是搭載了 歷史代的Intel處理器 而且首次可以選配四核心的CPU喔 那電腦的核心數量越多啊 又可以同時運轉更多的程式 還有計算更多的資料 就有點像是人越多做事情越快的概念啦 那哈尼手上這一台新的MacBook Air呢 它的處理器是四核心的Intel Core i5 我平常上班的就是YouTube開著放音樂 然後同時編輯文件 使用修圖軟體 那運作的東西會比較多 之前用這台2018年的MacBook Air 處理器是Intel第八代 Core i5雙核處理器 底部摸起來就會有一點溫溫燙燙的 但我這陣子使用新版的MacBook Air 是還沒有遇到這樣的現象喔 那我之前使用FaceTime 還有Google Meet 跟朋友視訊的時候 像這個2018年的MacBook Air 在視訊沒有多久 它就有點像快要起飛了 會有很大的散熱風扇聲 但是我實際這幾次啊 使用新版的MacBook Air 是還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喔 好啦 那現在來總結一下 新一代的MacBook Air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 先說哈尼的結論 我覺得蘋果這一側的升級 真的蠻有誠意的喔 而且價格方面 也比前一代的還要便宜喔 光是標配 就從原本的39,900 變成了319,900 這個降價 身為客家人 覺得非常夠 非常有感 那另外啊 除了效能更好之外啊 最低的儲存空間 也是上一代的兩倍 那當然最明顯的升級 就是它們的鍵盤 從原本的疊式 變成巧控鍵盤啦 接下來呢 除了官網上預設了 兩種規格的配置 也來跟大家說說 在規格上可以怎麼選配 蘋果很方便的就是它的規格 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去做客製化 那雖然大家平常都在DIS客家人 但不得不說 身上留著客家寫 在購物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用處的啊 好啦不開玩笑 新版的MacBook Air 標配的儲存空間是256GB 處理器的話是雙核心 D10代Intel Core i3的處理器 價格部分呢 是31900元 可以升級的部分啊 有處理器 記憶體跟儲存空間 那新一代的儲存空間 其實已經比舊款的 還要再多一倍了嘛 所以如果你不是需要 儲存大量的文件啊 照片影片的話 或者你有購買iCloud 雲章空間 在儲存裝置上 就可能不用升級 沒有關係喔 如果你的使用習慣啊 是會常常開啟很多網頁 因為軟體能大量簡報 同時運作的話呢 標配版的處理器跟記憶體 你就不夠你使用喔 那建議在處理器上 大家可以升級成 4核心 D10代Intel Core i5 就是加6000元 處理器 直接從3核心 變成4核心 那在記憶體的部分呢 也可以加4000元 升級成16GB的記憶體喔 這樣子的話 RAM比原本標配8GB多一倍 可以同時打開運作的軟體 就可以更多囉 在處理上也會比較順喔 所以標配的31900 再加1萬元 和高配版一樣 都是41900 但是用標配版升級成16GB RAM 會更使用 速度更快喔 至於哪一群人 最適合換新款的MacBook Air呢 MacBook Air它的定位 一直都是效能中階 然後以它的重量跟大小來說 又非常好攜帶 所以如果你是常常需要帶筆電出門 可能做一些文書處理 上網查資料 或是看看影片之類的 那又不需要處理那些 高負載的軟體的話呢 那這款MacBook Air就非常適合你喔 尤其是呢 還在使用2017年以前版本的 MacBook Air使用者啊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可以換機的時機喔 那蘋果難得有這麼像的價格 而且在效能啊 儲存空間還有記憶體上 也有蠻明顯的提升 所以如果啊 你們家MacBook Air 最近有點不乖不聽話 現在直接升級成 2020年的MacBook Air 是完全可以考慮的喔 那如果是前一代 也就是Hani 現在手上的貝台 2018年的MacBook Air的使用者 我覺得2020年版的MacBook Air 在效能上有蠻大的提升喔 所以如果啊 你覺得MacBook Air 2018、2019 有點對你來說不太夠用 就是你在使用上 可能會覺得電腦跑的有點慢 或是散熱風扇聲有點大聲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升級喔 另外就是啊 這次的鍵盤 改成剪刀式的小控鍵盤 所以如果你是剪刀式鍵盤派的 那新款的MacBook Air鍵盤 打起來你的心情可能就會比較好喔 喔 還有我覺得啊 麥克風的升級 對我來說也蠻有感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會需要 使用到電腦錄音 或是要視訊的話呢 這可能也是一個 可以升級的理由喔 那我平常是使用 2018年的MacBook Air 那可能平常就只是 打文章啊 看影片聽音樂之類的 就覺得還算蠻夠用的啦 所以如果你的使用習慣啊 跟我差不多的話 好像就沒有 迫切需要升級的必要啦 不過還是主要看大家的使用習慣 那也建議啊 可以先到店裡面 實際去使用看看 再決定要不要換喔 那有一些人可能會很困惑 新款的MacBook Air 和即將推出的13吋 MacBook Pro要怎麼選擇呢 其實啊 主要還是看大家的需求喔 MacBook Air 它比較適合用來處理一些 文書處理啊 看影片聽音樂 或是剪輯輕量的影片 那MacBook Pro呢 它有更好的螢幕顯色表現啊 更強的處理器跟散熱系統 像是剪輯師啊 攝影師 音樂製作人 YouTuber之類的創作者 可能會使用到一些剪輯軟體啊 收圖軟體 或是AE去渲染特效等等 就會需要比較強的處理器 比較好的散熱系統 可能更順的去跑這些程式喔 那另外MacBook Pro啊 有搭載TouchBar嘛 對於TouchBar 網友的評價也很兩極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它很激樂 但其實對於一些創作者來說 有TouchBar就可以設定很多快捷功能 在創作上也會更有效率喔 不過如果平常你用電腦 就是拿來做一些簡單的文書處理 然後看電影啊 聽音樂 那這個TouchBar呢 可能就真的只能拿去羊蟲物機啦 而且偶爾不小心還會誤術喔 那所以啊 如果你的使用習慣是 你就是拿來看電影 看劇 然後滑網頁之類的 偶爾剪剪輕量的影片 其實我覺得MacBook Air就很夠用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新一代MacBook Air的介紹啦 提供給各位看我們的參考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的通知喔 我是Hani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